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1月13日 星期六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 我们首先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导 2024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将会在13日登场 12日中华民国国防部征获到 中共军机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并侦测到破纪录的空飘气球 此时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 在选前通过巴士海峡前往台湾东部海域 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交官刘建超 进行了历时一个多小时的会晤 CNN认为今年台湾总统大选可能改变世界 据美国之音报导 德国马杰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郭来仪认为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访美是不同尋常的 布林肯接待他的原因 就是刘建超很可能出任中共下一任外长 12日布林肯和中共官员的会晤 被描述为维持沟通管道暢通 负责任地管控两国分歧 以及处理各种问题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据香港01报导 在台湾大选后 美国预计派遣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 和共和党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 率团拜访台北 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智胜认为 美方同时做了两层保险 一方面防倒中国选后可能的动作 而方面尝试在台美和中美之间 去做一个连结 做一个缓冲的空间 美国的整体评估认为 可能赖清德当选后 北京会有所动作 而要事先去做一定程度的告解 这个信号就已经是强烈的 就是说美方对中国跟着下来 在台湾选举后的动作 随时准备、随时预防 美方很清楚台湾今次的总统大选 可能会变成中国选后 影响台海现状和平的一个借口 当日中华民国国防部发布 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显示 从11日起 厄金征获中共军机10架军舰6艘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此外11日从早到晚征获中共空飘气球5枚 其中有一枚越过台湾南部 台湾国防部表示 如果空飘气球对地面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 国军就会积极反制 反之就要考虑是认知作战 灰色地带等手段 如果国军去反制 这样恐怕会落入对方的需求当中 不过经过会整他近期的飘移路径 已经对多条国际航道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对中共漠视飞航安全 至两岸及国际飞航射下安全于不顾的态度表达谴责 军事专家吴明杰分析指出 今次台湾大选之前 共机共艦探空气球摇台 及频频发射卫星火箭等摇台作为 中共是希望台湾选民因为恐惧 就将票投给亲共候选人 但如果亲共政权上台后 中共认为用武力来威胁有用 他们以后会更用武力来威胁台湾人 接受中共的谈判条件 以后更会干预台湾内部的政治发展 台湾中选会指出 2024大选合格选民大约1,900万人 南六百三个阵营在12号晚 都举办大型造势活动 民众党候选人赖清德连跑台南新北两地做世晚会 国民党候选人后有宜先到台中宫廟参拜 再回防新北 民众党候选人阿文哲就抢下万众忠目的海盗 举办选前做世晚会 赖清德说 他和肖美琴要向国人提出4个保证 保卫国家生存、民主治理、国家希望工程 建设台湾永不放弃 因为民主并非大风吹也并非实验品 赖清德、肖美琴已经在正确的方向上 要继续走下去 当晚时评人文昭亲临现场 他说 南六百三方都出尽全力 民进党主办单位宣称板桥现场涌入25万人 线上转播超过20万人 而安民哲的民众党选前之夜明显以年轻日为主 多数是自发 主办单位宣称现场涌入35万人 线上转播也有30万人 但问题是 参加活动的年轻人未必有投票权 因为台湾投票年龄是20岁 而且有些参加者还是外国人 并没有选票 美国奔正范尼亚州 富兰克林与马杰尔学院助理教授颜维廷认为 即使今次年轻人频频发声 实际上的影响力仍然取决于投票率 但年轻选民的投票率呈现降低趋势 国际传媒都认为这场选举的结果 足以影响全世界局势 尤其中美关系 CNN认为今次台湾大选将会考验北京和华府 能否控制紧张局势 还是走向进一步对抗甚至冲突 北京透过军事演习展示武力 进一步暂停与台湾的贸易关系 甚至封锁等行动可能会走多远 以及美国同盟友如何反应 将会受到全世界密切关注 多伦多喬文纷纷表示 希望台湾大选不受中共干扰 能够选出符合台湾人民利益的总统 持续守护民主台湾 近日 欧盟執委会的调查人员 开始对中国电动汽车製造商 进行检查 以确定是否应该征收惩罚性关税 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欧洲电动车製造商 路透社1月12日的报道指出 这次调查将包括中国知名汽车企业 比亚迪、吉利汽车和上海汽车集团 但不会包括特斯拉、雷洛和宝马等非中国品牌 据悉 欧盟当局的调查 由去年10月开始 预计将持续13个月 目的是调查中国生产的廉价电动车 是不是从中共政府国家补贴中受益 所以对欧洲生产商造成不公平竞争 目前中共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在不断加剧 双方的贸易往来也受到挑战 欧盟执行委员会指出 他们将会在2024年1月至2月期间 对中国企业场所进行核查访问 由于中国国内经济不景气 包括比亚迪、小鹏汽车和蔚来汽车等厂商 都试图将欧洲的销售作为优先事项 其电动车价格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预计欧盟的这次调查 只在对该领域制定更多的管制政策 防止傾销问题发生 目前调查人员已经抵达中国进行实地检查 主要是查证之前厂商书面问卷的真实性 欧盟执委会的文件显示 调查仍然处于啟动阶段 需要在4月11日之前进行再度延长确认 中共上星期对从欧盟入口的白兰地 发起反傾销调查 这可能是针对支持电动车调查的法国进行反击 在欧盟展开审查之際 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在欧盟市场的市场占率 已经上升至8% 预计到2025年可能达到15% 这些电动车的售价通常比欧盟制造的车型低20% 这引发了欧盟的反政府补贴调查 欧盟官员之前警告说 由于西方、英、美、多国 都对中国出口的电动车私家关税等限制 目前欧盟成了中共最大的电动车傾销市场 因此 针对中国电动车製造商出台政策 便得势在必行 1月15日 美国共和党初选章开场 外河华周章领跑 而民调最为领先的川普 仍然拒绝参加共和党举办的候选人辩论会 留下克里和德桑蒂斯各自进行最后的拉票 而面对多宗诉讼的川普 在纽约欺诈案的法庭结辨上 搶咪狂讲6分钟 为自己辩护 据真清晰政治网站 对共和党初选的民意调查平均值 在这场辩论前 川普在外河华州以52.2%领先 克里为16.6% 德桑蒂斯为16.4% 目前川普面临多项起诉 1月11日 川普在纽约的民事金融欺诈案中 本来是被限制在结辨上发言的 但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 川普搶了咪 一口气说了6分钟 令到本来禁止川普参与结辨申诉讨论的 紐约州高等法院法官 欣格隆 怒到直接宣布午餐休息 才打断了川普的发言 欣格隆10日就告知川普律师 禁止川普在结辨时为自己辩护 在法庭上 欣格隆询问川普发言能否遵守规定 避免谈及与此案无关的话题 然后川普一开口就滔滔不绝 川普答复说 我是无辜的 我是遭到竞选公职的某人迫害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放宽标准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纽约的这个案件 纽约检察长占洛下起诉川普 说在他任总统前几年 多报了自己的财产价值 所以从银行多借了钱 是浮布资产 是诈欺 但是据报道 川普和银行借的钱早已经还了 而且这件事的发生 也已经超过追溯期 而且银行并没有提出疑议 可能还想多借些钱给他 多收一些利息 但是纽约检察长占洛下 要求法官判罚川普3.7亿美元 而且终身不得参与纽约房地产交易 川普说 这个就是政治猎务 规模前所未有 他们让我损害赔偿 我们的公司很偉大 我们很无辜 川普说 我不知道判决会不会公平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说得没错 这是一场很刁面的假诉讼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台湾大选将在1月13日进行 而北京亦忙过不停 各种有关台湾大选的虚假信息 以及讽刺民主制度的情绪 攻陷海内外社群 而中国人其实现在也在关注台湾大选 并反映惊人 台湾大选的结果牵动全球神经 各党派激战 华盛顿亦对之后的情况做了预测 台湾民进党政府总统候选人 赖萧培 11日晚在海达格林大道造势 现场涌入超过20万人 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了激情的演讲 演讲中 他首度主动举起赖清德的手 要赖清德帮忙做他来不及为台湾做的事 颇有重现2012年 已故前总统李登辉当时在同一个场地 当时李登辉也是举着蔡英文的手说 台湾交给你们了历史场面 成全意味浓厚 台湾大选倒计时 北京也好不得闲 正在无所不用其极的设法界选 过去一个星期 在海外社交平台包括脸书、X平台、油管、电报群上 很多中文用户收到机械人假帐号发送私信 内容是所谓的蔡英文秘史电子书 内容诋毁蔡英文学历造假、私生活状况等信息 不单是海外社交平台流传蔡英文秘史 中国大陆社交平台上也可见相似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 直至1月12日深夜 在国内的微博、百度、微信等平台上 除了能看到不少支持武统、楼堵不留人声音涌现外 支持台湾大选的声音都消失了 大多数老百姓能看到的帖文 都是对台湾选举以及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的嘲讽 不过对于很多中国民众来说 他们仍寻找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北京官方的不认同 多位大陆民众也向新唐人电视台讲了他们的想法 大陆民众张先生说 台湾有民主选举 选民都有选票选自己喜欢的领导人 走正确的路 我们大陆民众一直也是在路上 但是在通往深渊的路上 这个路径完全不一样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所以我们非常尊重台湾人民的选举 不管他们怎样选择 我们都非常尊重 上海高校退休老师顾国平也呼吁 台湾要清醒的看到大陆 自从中共执政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灾难 都证明相信共产党就是走入火葬场 还有多年维权遭到陈豪打压的P.E.P.受害人表示 唯有学习台湾的民主自由 人民有话语权才能够监督政府 中国才有希望 另外在民进党的12日造势会上 更看到有香港人亲自专程来到台湾官选 发生社报道说 在台湾大选的关键时刻 华盛顿官员警告北京避免挑衅 而华府的专家也对这次大选后的情况作出预判 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坦普尔·曼说 这是一场真正的三方角造 也是至少20年来最难预测的一次选举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力量项目研究员何博然表示 北京选择在什么时间点上做出回应 将为外界了解北京接下来 如何处理台湾问题 以及未来台湾局势如何发展 提供一个重要线索 如果中共政府等到新总统就职典礼后 才做出回应 这同样是他们计划将事情推向什么方向的明确信号 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说 中共在2024年攻击台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华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斯科特肯尼迪 最近在霍士节目中说 我们不应该因为害怕激怒中共而推迟防御行动 因为这样只会让北京更加咄咄逼人 CNN的报道指出 13日举行的台湾选举结果牵动全球神经 中共领导曾正密切关注这场大选结果 到时候如何回应台湾选民的选择 将考验北京和华府能否控制紧张局势 还是走向进一步对抗甚至冲突 报道认为 虽然几乎没有专家预测共军即将犯台 但是北京有很多方式能表达他们的不满 比如通过军事演习展示武力 进一步暂停和台湾的贸易关系甚至封锁等 这些行动可能会走几月 以及美国和盟友如何反应 将受到全世界密切关注 为防止发生意外冲突 拜登政府已警告北京方面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都不要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施压 中共制度下中国经济日渐衰退 威胁到社会民生 今天陕西省咸阳市一间公立中学 因为拖欠电费而被供电局断电 最终导致停货的消息受到各界关注 各位校教师说 由于学校资金断练 教职工已经三个月没薪水 正常教学难以维持 1月12日 中国社交网络传出 陕西师范大学 杨宁实验中学 给家长发的通知 其中指出 学校因为欠费被供电局强制停电 无法正常教学 因此被逼停货 要求家长在当日10.30分前来接小孩回家 学校老师向大陆媒体说 在学校停电后 学生已全部离校 教师到目前为止 已经三个月没发生水 但仍然是一直坚持上货 但在12日 电力部门来到学校后 因为学校拖欠电费 直接撤断了电源 目前 这间公立学校正在 和当局协商 预计下星期一可以恢复教学 学校的工作人员说 停电后饭堂无法煮饭 学生的中午饭无法保证 因此被逼遣送学生回家 事件引起网络上的热烈讨论 抖音软件的评论 多达六万多条 家长很生气地说 这样一间大型公立学校 竟然无钱交电费 導致学生停课 无法继续在学校接受教育 这样的事情能发生 他们真的非常意外 在舆论的压力下 楊宁示范区教育局回应说 学校已恢复供电 并且说 学生都在正常上课 但是官方并未回应 教职员的身资 是不是已解决 很多网友说 第一次听说公立学校 窮到无钱交电费 看来地方政府真是无钱了 还有网友猜测 学校被断电 可能是为了制造舆论 迫使地方政府 出面解决问题 在去年3月 河南信仰故此院第13小学 亦因为院的财政部门 拖欠办公经费而停电 事件引起舆论关注后 电业局暂时恢复了供电 并且说将会沟通解决问题 故此院政府也公开承诺 未来不会再出现这类情况 去年2月 港西南宁市供电局 发给某公安厅的欠费停电通知 亦引发舆论的热议 这做被认为 是供电局透过网络维权 追讨电费的方式 多谢收听这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好的 Wide 有点 有点 不些 摇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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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